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今天再次来到小乌克兰区 因为此区位于充满叛逆跟艺术共存的艺术庞克气息的东春 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细加探索 小乌克兰又称乌克兰东春 乌克兰移民主要是聚集在第六跟第七街 还有第一跟第三大道之间的东春中心地区 今天就在逛这一区 正好现在碰到街坊节,我们就逛一逛 这些是手印刷的,每个都是一样的 这些是X-rated 这些是Octopus和Forks 对,对,对 这些是Tigers和Mendai 谢谢 像刚访问的那位创作者一样 这里有很多艺术家在此展示他们的作品 除了展现在衣服上、画布、画纸上 还可以展现在配件跟日用品上 等下来 好 好 我這位皇法龐克美女很和氣啊 看到這裏的這些人開心的伴隨著獨特的節奏而跳著奇怪的舞 我不僅也跟著晃動起來了 這大概是某族裔特有的舞蹈吧 在小烏克蘭區內有一條街居然叫加里街 在東六街上很奇怪吧 請隨我先來逛逛這家里街 這家是四川素菜館 慧然發現這家店的入口處寫著天下圍宮 還有孔子的禮記禮運大同篇 哇 這間也是中餐館 韓國餐廳 終於看到了印度餐廳 我去過這裡 我記得是吃到飽的自助餐 並辦有現場音樂 印度餐廳 這家很久以前就關閉了 這家是美式雞尾酒吧 墨西哥酒吧 說好的家裡街呢 其實隨著小烏克蘭區去向多元化 家裡街也變得不太像家裡街了 以前沿著地漏街南側行走的時候 店店相連街為印度餐館 各家會使出渾身解數招攬路人 這一帶有不少像這樣的中醫氣功推拿中心 烏克蘭博物館是小烏克蘭重要的標誌 是紐約市最獨特的博物館之一 可惜現在仍是關折的 那麼究竟家裡街過去的那一群印度餐館 是如何在小烏克蘭區蹦出來的呢 話說在1968年西皮運動盛行時代 一個孟加拉人 從被受歡迎的印度加里基看到了商機 就一間餐廳催生了另一間餐廳 然後就西家代券的一個代一個 從孟加拉國殺過來開餐廳了 所以這些印度餐廳幾乎都是孟加拉國人一家親 他們不賣本國食物 只因應當地客戶的需求 而賣印度加里基 餐廳名稱呢 就依據著名的印度電影而取名 比如甘地之類的 因此他們不得不稱這些餐館為印度餐館 就如小東京一樣 家裡街幾乎沒有印度居民 豆花 看到豆花眼前一亮 這是來自台灣的甜點和茶藝連鎖店 鮮魚鮮 供應不含防腐劑的健康台灣甜點 在布魯克林大道也有一家 前面是科博聯盟學院 是富有傳奇色彩的一流市立大學 該校不僅堅持提供高品質教育 並提供所有學生全額獎金 因此而聞名之窮學生的夢想 學校於2014年 因收支不平衡 開始向學生收一半學費 但是2018年時 他們宣布在未來十年 將重啟免學費傳統 該校出了許多名人 台灣人熟悉的許家瑞就是其中一個 聖橋至烏克蘭天主教堂 紐約大部分教堂都是各德式建築 但這座是圓形窮頂 為經典的烏克蘭建築風格 這家牛肉麵店 是來自台灣最古老眷村的經典台灣美食 它融合來自大陸五湖四海的滋味 以台北最古老的眷村為名 那除了牛肉麵 還有不少地道的台灣經典小吃 如麻油雞 滷味 扣肉飯 還有一些正宗的台式點心 這家是紐約最古老的愛爾蘭酒吧 自開業以來一直很受歡迎 紐約雜誌認為它是紐約市五大具歷史性酒吧之一 這家美髮店的老闆 一直是著名設計師亞歷薩納王的髮型師 這家老教堂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被燒毀的 燒的只剩下前面的外殼 看看它的側面 可知道當時燒的有多慘烈 太好了 好抱歉 你這個人 我身上都會穿著 你看海賊 空氣 这间是提供廉价酒的乌克兰酒吧 这间是专卖高档复古服设计师品牌以及二手货的寄卖店 看他门口站着这个巨大诡异的骷髅雕像还戴着口罩呢 到处都是涂鸦 这是纽约下沉的象征 就连在油桶上都有涂鸦 对面那间名叫垃圾与杂耍 它是庞克摇滚服饰的专卖店 19世纪后期 乌克兰的移民涌入纽约恰逢欧洲的移民潮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跟之后 乌克兰人为了逃离纳粹和俄罗斯人 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潮 在今天 纽约市约有三分之一乌克兰裔美国人 住在这个小乌克兰区 这家是著名的全天候乌克兰餐厅 为乌克兰人提供自制的传统东欧美食 是众多纽约人最喜欢用餐和聚会的地方之一 并吸引了众多深夜人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